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Apart from its natural splendor However, Kyoto has so much more to feast one's eyes on 我们看一开始 他给了我们一个解析词片语 Apart from开头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Apart from这个片语 Apart from这个片语呢 我们中文呢可以把它翻成除了什么什么什么之外 英文我们就念成Apart from 那Apart from呢 其实呢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同意词的片语 好,例如我们说这边的Apart from 很常见呢 In addition to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besize 那像这一些我们中文都可以把它翻成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好,所以他说呢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呢 除了他的 各位这边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有一撇跟没有一撇 他的词性是不一样的 没有一撇他是一个所有格 就是他的 有了一撇他其实是it跟is的缩写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呢除了他自然的splendor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好,splendor这个字呢 他的意思中文指的就是光辉 或者是壮观辉煌 好,这边指的就是大自然景色 非常壮丽的景色 所以呢除了他呢 大自然壮丽的景色之外呢 然而 好,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一段一开始 就是要跟对刚才的第一段 形成一个对比 他说呢 然而呢 kudo has so much more 还有这么的多 好,这边是一个比较集 so much more 也就是说呢 有如此更多的东西 可以怎么样呢 to feast one's eyes on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片语 feat feast one's eyes on 我们从字面上先来复习一次 feast这个字 feast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享宴 或者是呢 享受呢 非常呢 盛大的一个餐点 英文就念成feast 那feast on 本身就可以当作享宴 但是呢 我们是让一个人的眼睛 让我们知道眼睛 只能够欣赏一些美丽的事物 他呢 没有办法吃东西 所以呢 这个feast on呢 在这边呢 我们中文 它就会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使人目不暇己 或者是尽情的欣赏 OK 所以说所谓的秀色可参 好,那这边呢 京都呢 它有这么多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更多的东西 可以让每个人呢 尽情的欣赏 feast one's eyes on 好,接下来他说 having previously been the capital of Japa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the city boasts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 shrines and temples having 一开始呢 给了我们一个动词 叫ing的分词构句的用法 那这having 我们一看 它其实是一个完成式的结构 有看到have 后面再加上一个pp吗 好,那这have加pp放在句子的前面 它其实就是一个分词构句 表示对过去的一件事情 从过去一直开始延续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现在完成式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现在完成式或者是所谓的过去完成式也是一样 它后面会加上for再加上一段时间 表示前面这个动作它呢持续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搭配介系词再加上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前面我们就用完成式 那这边呢,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京都 它过去曾经是日本的首都 它是在过去一段时间是日本的首都 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呢,这个句子其实它的开始 它原本的句子就是 since the city had previously been the capital of Japa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子句 好,它的since呢,其实这边注意它不是翻成自从 它其实它的因为呢,就是because或者是as的用法 所以它说呢,因为呢,这个都市之前曾经是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过去式的介系词 过去式的副词就是事先或者是以前previously 好,所以呢,因为呢,这个程式 那它这边因为后面程式已经出现了 就在这个地方当整个句子的主词 因为它后面出现了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主词给省略 那主词既然省略掉了 那连接词我们也就不需要了 那主词没有了,连接词没有了 那动词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摆动词 那这个时候呢,英文的句子的结构上面 就会把这个动词变成一个分词 来修饰后面的这个读式 好,所以呢,我们知道分词本身是有形容词的意思 所以说形容词修饰名词 所以这样子的逻辑是通的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head 变成一个现在分词,变成having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句子的having 这个主动词加ing的由来 好,所以呢,因为呢 他之前呢,一直有一段时间 曾经是the capital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念成capital capital这个字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是首都首府 也可以当作资本 好,所以他说呢 他呢,因为先前曾经是日本的首都 持续多久呢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超过了一千年 好,因此the city 这一座都市指的就是 京都boasts a large number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变成boast 那boast这个字呢 指的是夸耀或者是吹牛的意思 在这边当然他是属于正面的 好,他呢,夸耀什么呢 a large number of 来我们看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a large number of 是有很多的意思 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他必须要接可数的 负数的名词 OK 好,那如果我们后面要接 不可数的时候 要接哪一个呢 要接a large amount of 这个时候也是很多的意思 许多很多 但是他唯一跟number 不一样的是 他后面呢 接的是不可数的名词 那既然是不可数 那他一定是单数 所以呢,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一个是number 一个是amount 一个接不可数 一个接可数负数 特别要注意到 所以呢,这个都市 也就是京都呢 他夸耀夸口 a large number of 有非常多的historic shrines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historic 那historic 它的意思中文翻成 历史上著名的 那这个字呢 就从历史 history这个字来的 好,所以呢 他夸耀呢 有很多的历史的shines shines这边指的就是 寺庙的意思 寺庙或者是神殿 英文就念成shrine 还有呢 就是庙宇 好,那相对于神殿的 就是这个temple temple就是庙宇的意思 好,所以呢 京都其实有点像 Andy呢 所居住的城市 就是台南 台南一样的 也有很多的庙宇啦 很多的以前的 日本殖民时代呢 所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句 No visit to Kyoto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seeing one of the most photographed landmarks the Kinkakuji or the golden pavilion temple in English 好,我们来看这一句 这一句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双重否定 no without的句型 那我们知道 no是没有 without也是没有 那这种 负负就得正 所以呢 双重否定 这个时候呢 同学就要特别注意到了 有这个no without 它是属于双重否定的用法 那双重否定呢 我们其实 它就是表示肯定 就是一定必须的意思 表示肯定 或者是必定必须的意思 OK 这是双重否定的用法 特别要注意到的 所以呢 它说no visit to Kyoto 好,那这个to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咯 它是一个介细词的to visit在这边 特别要注意到 它是一个名词 叫做拜访 参观 好,我们去一个地方 去拜访 去参观 a visit to 什么地方 所以呢 这个to 其实在这边 它是一个介细词 也就是说 没有到京都去参观 或者是去旅行 would be complete 会是一个完整的旅行 我们说你去一个地方 你要去一个地方 能够深度的旅行 或者是能够 很完整的去了解 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 a complete visit 但是它一开始 给我们一个否定的 no visit would be complete 没有任何的访问 或者是参访 是完整的 当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没有做这件事情 你永远都不完整 那就表示呢 你做了这件事情 就会完整 那也就是说 你做这件事情 一定 你一定要做这件事 才会完整 所以这个就是 no without的用法 表示肯定 必定 必须的意思 好 所以说呢 当你到了京都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干什么呢 Seeing one of the most potographed landmarks 所以从这里 这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做 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那你就不算来到京都 你就不曾去过京都 例如说很多国外的朋友 他来到台北 他就一定要去看101大楼 没有看过101大楼 或者是甚至于 所谓的故宫博物院 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 就表示你不曾来过台北 所以你来台北 一定要去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 OK 好 所以呢 假如呢 你没有看到 这个其中之一 one of the 好 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one of 那one of呢 你后面一定要接定冠词 the 或者是所有格 再加上一个 可数的复数名词 因为呢 one是表示可数的代名词 好 所以其中之一 后面一定是 可数的复数名词 所以呢 来到京都 你一定要去看 其中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们看到most 是最高级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有这个字 这个字念成photograph 那photograph这个字呢 当作名词是照片 但是很多同学可能不晓得 它可以当作动词 就是为什么什么东西照相 那这边你看到它加了ed 表示被动与态 被照相的意思 这是一个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 也就是说呢 被拍最多相片的地标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landmark 指的就是地标的意思 那这个字 其实同学呢 不要被骗 不要觉得它这个字很难 这个字其实就是land 再加上mark 那我们知道mark 指的就是标志的意思 在土地上land 土地上放一个标志 就是地标 所以如果我们打开google地图呢 我们看一下 台北101 可能就是我们google地图里面代表台北的地标之一 那所以呢 这边的地标之一 被最多人照过相的地标的其中一个 表示到了京都很多人会去很多地方照相 那被最多人照过相的地标的其中一个 one of the 这个是什么呢 各位注意哦 特别注意到它的标点符号 好这个标点的符号呢 它是一个冒号 表示呢 说明后面这个地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kinkakuji 或者kinkakuji是什么呢 或者又称为 那这样子的用法特别要注意到 我们用or这个对等连接词来串起前后两个意思相等的名词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表示两个的意思 是一样的 那这个kinkakuji 这个地方呢 又叫做Golden Pavilion Temple in English 用英文来翻 我们知道kinkakuji 这个就是日文 直接把它用英文的字母 把它标示出来的发音 但是如果用英文 以英文来说呢 它的意思就是金格式 好那我们知道呢 Golden这个字呢 指的是金色的 pavilion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字指的就是亭子 凉亭或者是格 那temple这个字 我们刚才讲过了 就是庙语 所以呢 Golden Pavilion Temple 就是英文里面的金格式 OK 好 所以呢 每次呢 到京都 如果你没有来到金格式的话 那你这个 你就不能说 你曾经来过京都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任何一个来到京都的人 一定要去拜访金格式 为什么呢 因为金格式呢 它是一个呢 被最多人所造像的景点 其中之一 好 接下来 with giant leafy maple trees leading up to its main entrance the first view one gets of this magnificent three-story pavilion is truly amazing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好 一开始呢 给了我们一个介细词 这边我们翻成 有着巨大的 l leafy maple trees leading up to its main entrance 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介细词 偏语 当作副词使用 用来修饰 后面整个句子 也就是说呢 有着什么呢 giant 我们知道 它原本的意思 当作巨人 也可以在这边 是当作巨大的 有巨大的 还有什么呢 leafy leafy这个字 就是枝叶茂盛的 那个树叶茂盛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字 就是从树叶leaf 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在后面加个y 就变成了形容词 指的是业茂盛的 所以呢 有着巨大的 而且呢 枝叶茂盛的风数 好 那这个风数呢 这边怎么样呢 省略掉了两个字 which are leading up to is main entrance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念成lead up to 好 lead up to呢 指的就是带往 或者是通往 什么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lead 原本的意思呢 就是引导的意思 所以lead up to 我们中文就翻成带往 或者是通往 那这边为什么用ing呢 就是因为它把前面的 which are 给省略掉了 好 所以呢 这些巨大的枝叶茂盛的 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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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指引到什么地方呢 指引到它的 主要的路口 main entrance 好那main这个字 只要的是主要的 entrance这个字 我们中文就翻成路口 好 所以呢 它说 the first view one gets of this magnificent three stories pavilion 好 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 这个句子里面 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子句 这个子句就从one 一直到第二个动词 之前的pavilion 这里全部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它其实在前面 它省略掉了一个关系代名词 that 那这整个关系子句 其实呢 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这个view the first view 那这边呢 为什么要用关系代名词 that呢 因为它前面呢 有一个最高级的 the first 所以我们这边呢 要用关系代名词 that 那因为在这边 它当的是受词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省略掉 所以说呢 这第一眼的景色 第一眼的景观 the first view 好 注意哦 这个句子是主词 对不对 它的动词在哪里呢 它的动词 其实就是在这边的be动词 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惊叹 就是is truly amazing 就是真的非常让你看的 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艳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动词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边它其实整个 就是一个子句 用来修饰呢 当你进到这个金格寺之前 看到那一排巨大的 树叶茂密的风树 这个第一眼的景色 真的会让你感到惊艳 好 那第一眼的景色 是谁看到呢 是每一个人 这个one 指的就是everyone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 所能够看到的景色 好 属于什么的景色呢 of this magnificent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magnificent 它的意思就是壮丽的 宏伟的三层楼高的格子 好 所以说呢 一个人呢 一眼看到这个非常 壮丽的这个三层楼的格子 的第一眼 真的会感到非常的惊艳 而在看到这个第一眼之前 其实它的两旁 都会有巨大的枝叶茂密的风树 一直引领到它的路口 主要的路口 好 接下来它说 Rising up behind the crystal clear pound it is covered in sparkling gold leaf and crowned with a large bronze phoenix on its shimmering roof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Rising up 一开始又给了我们一个分词的构句 对不对 Rise up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rise rise原本的意思 可以当作上升升高或升起 它也可以当作矗立的意思 好 那这边的rising up 这边的rising up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叫做 矗立的意思 rising up 那这边为什么用分词呢 就是因为它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整个分词构句 它是用来修饰什么呢 修饰后面的这个主词it 那这it当然指的就是金格式 好 所以它说矗立在什么什么之后 behind a crystal clear pound 好 那我们知道behind这个介细词是在什么什么之后的意思 好 那crystal呢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水晶的 像水晶一样清澈的英文 我们就念成crystal clear 我们就在crystal这个字的后面 加上一个dash 再加上clear清楚的清晰的 那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像水晶一样清澈的pound 好pound这个字 指的就是池塘或者是池子 英文就念成pound 所以呢 它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金格式 它是矗立在一个池塘之后 那这池塘的水是非常的清澈 就像是水晶一般的清澈 好 所以这金格式呢 is covered in 好 那这be covered in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片语 好 be covered in 这边介细词呢 提醒同学要用in 指的就是被什么什么东西所覆盖 好 所以呢 这个金格式呢 它是被什么呢 sparkling 刚才第一段我们讲过了 就是发亮的 闪亮的一些金箔 好 golden leaf 这边指的不是黄金的树叶 好 各位这个gold leaf 指的就是金箔的意思 好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烧金拜拜的时候 不是会有烧一些金纸吗 金纸的中间会快金箔 好 那金格式上面呢 就是它的屋顶 屋瓦就是用金箔 一层一层覆盖上去的 好 所以呢 它呢 被什么东西所覆盖呢 闪闪发亮的金箔 而且呢 crowned with a large bronze phoenix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呢 念成crown crown原本呢 是王冠的意思 那这边你们发现 它在王冠的后面加了ed 当我们把名词后面加ed 它本身也可以当作动词叫做为谁来加冕 这个冕就是王冠的意思 所以说呢 金格式 它的屋顶呢 都是金箔所铺成的 用什么呢 好 接系词用with with a large 用一个非常大的 而且是browns 我们看一下browns这个字 browns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青铜古铜色的phoenix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字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它的发音 那是phi的一音 o1要念成e 整个字念成phoenix 它这边指的就是凤凰 好 那仿佛呢 是以一个非常巨大的 而且呢 是青铜的凤凰 把它带在什么上面呢 on a shimmering roof 而且它上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巨大的凤凰 放在这个发亮的 屋顶的上面 ok on a shimmering 好 那这shimmering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 好 shimmering的意思 指的就是 闪闪发亮的什么呢 the roof 那roof 指的就是屋顶 所以呢 它的屋顶的屋顶是闪闪发亮 因为它有一些金箔 然后屋顶的最上面 再用一只大只的青铜的凤凰 把它放在这个金箔的屋顶的上面 就像是在带王冠一样 把它带在上头 好 接下来它说 the reflection of the pavilion on the glassy surface of the pond is a breathtaking sight 好 the reflect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念成reflection 它当作名词可以当作反射 那在这边呢 其实中文 我们要把它翻成所谓的倒影 因为我们知道呢 池塘边 如果旁边有东西的话 有树 有建筑物 你就可以在池塘边呢 看到呢 它的倒影 那reflection这个字本身就翻成倒影的意思 所以呢 什么的倒影呢 这个金箔式的倒影 ok of the pavilion 在什么地方呢 on the glassy surface of the pond 整个就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好 它在什么地方 on the glassy 好我们看一下glassy这个字 glassy这个字呢 是跟玻璃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glass这个字 原本的意思就是玻璃 或者是玻璃杯 同学要特别注意到的 不要跟glass这个字混在一起 一个是l 一个是r 两个的发音跟意思 跟都不一样 好 所以他说呢 这个所谓呢 在这个像玻璃般的表面 的池塘 就是说呢 这个池塘呢 它的表面呢 就像是玻璃一般的平滑 一般的平顺 好 那surface这个字 指的就是表面的意思 这个字其实也不难哦 它是一个sur 再加上一个face 那我们知道face 这个字是脸的意思 在脸的上面 那就是表面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呢 池塘上面呢 跟玻璃一样光滑的表面上的 金格式的倒影 is a breathtaking sigh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breath-taking breath-taking呢 指的就是 令人惊人的 令人屏息的 那其实呢 这个片语 它其实有另外一个 叫做 take one's breath away take one 这个名字 指的是一个人 那breath 原本的意思呢 指的是呼吸的意思 念成breath 但是这个字 呼吸的动词 特别注意到 它要在后面 多一个e 它要发音 念成breath 一个是念成breath a的音 另外一个念成breath 是念成e的音 这边呢 提醒同学 不同词类 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呢 breath-taking 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把这个take 再加上breath 两个字颠倒之后 把动词加上ing之后 就变成一个 现在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所以breath-taking 指的就是 是惊人的 令人屏息的 好 所以呢 在这个池塘边呢 像玻璃般水面上面的 金格式的导影 是一个非常令人屏息的景色 那这个sight 指的就是景色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句 visitors can take a leisurely walk through the surrounding gardens and enjoy many stunning views of this beautiful structure 好 那说呢 观光客呢 visitors指的就是观光客 can take a leisurely walk 那我们现在看 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念成take a walk 那take a walk 原本的意思呢 可以当作散步的意思 那这个walk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 来代替 那个字呢 就是straw 它的意思 都是散步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eisurely这个字 好 leisurely这个字呢 中文 我们把它翻成悠闲的 特别注意到哦 这个字 虽然它是ly结尾的 但是它本身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 那当然它也可以当作副词 那leisurely这个字 其实就是从leisure这个字 演变过来的 那leisure这个字 当作形容词是空闲的 当作名词是闲暇的意思 所以leisurely加了ly之后 就变成形容词 中文翻成 冲锁不破的 悠闲的 所以观光课呢 可以呢 很悠闲的 在这边散步 好 从头到尾 接系词用through 看到吗 through the surrounding gardens 好 在它的周围的花园 英文就念成 surrounding gardens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念成surrounding surrounding 指的就是周围的 那这个字 其实是从surround这个字来的 动词就是围绕 围绕一圈 就是周围的 附近的 所以呢 这些观光课呢 可以在周围的花园呢 怎么样呢 可以悠闲的散步 而且呢 在散步的同时呢 可以享受着 许多many stunning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念成stunning 它的意思呢 是令人惊艳的 正经呢 这边就比较不适合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令人惊艳的 什么呢 景色 什么东西的景色呢 of this beautiful structure 这个美丽的结构 这个美丽的建筑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当呢 你到这个金格寺 去参观的时候 如果遇到天气好 阳光洒下来 洒在金格寺 它那些用金箔所铺成的屋顶 那一定是闪闪动人 非常让人觉得惊艳的 好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ons观看 谢谢观看 咱们 喜欢